在上个世纪的时候,苏联正是实力巅峰的时候,然后入侵阿富汗地区。 由此拉开了长达十年的帝国战场历练之路,那时候的苏联有助强大的军事实力。 苏联大量的先进武器,投入到这场战争当中,一场犹如冷战,一般令人寒战的红色钢铁洪流。 在这个荒凉的土地上,展开一场战争,很多的反抗力量,来对付苏联。 当时苏联的米副24直升机,还有主战坦克,搭载着大量先进武器,投入到这场作战中。 在苏联这样的状态下,巴基斯坦进行了顽强的反抗。 巴基斯坦这个国家和当地的反抗势力,联合展开了各种合作。 而且苏联的装备,也有部分在阿富汗战区也有合作伙伴。 也属于某种关系。 可能获取一些新的装备,也是很正常的。 有一张照片是很有意思。 其中有一名是我国的记者,在1981年当地采访时留的照片。 另外一个人是当地武装打扮身后,是缴获的一个步兵战车。 有人认为,这看上去有一种穿越时空的错觉。 而且在今年揭露了许多公开的资讯。 在整个阿富汗的战争中,共有6架米24直升机,从阿富汗政府军,逃叛到巴基斯坦这个国家。 至于巴基斯坦的情报机构是如何工作的? 具体的我们也不太清楚。 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巴基斯坦获得了这6架米24直升机。 从这些资讯可以看出来这6架米24直升机至少有一架交给了我们中国还有美国、法国、英国都有。 而且有一架米24直升机运输到我们的中国。 我国的科研军工,对其彻底地进行了绘测和研究。 意外的是没有进行仿制这架直升机。 可能是跟当时为外部环境因素有关。 或许还有其他的原因。 丰富的装备引入渠道,再加上自主创新型的研究思维,让我们的技术重生而不是仿制。 也可以看出来,我们中国近年来科技越来越先进。 自主研发的武器,也是越来越高科技。 在当时陆地的武器,还正在建设中。 而且直升机相比于其他的武器,简直就是天上和地下的天上天壤之别。 绝对是一个令人非常眼馋的大家伙。 不过意外的是在我们中国会测完之后,这架米24直升机,直接进入了北京小汤航空的博物馆。 也可能是借鉴了这架飞机的很多的经验。 从而让它放在这个博物馆中进行展览。 可以说当时的直升机,就是最强的武器。 直升机不仅可以打击陆地军队,而且还可以打击空中和海军的部队。 在当时可是一个国家的宝贝。 现在的中国借鉴了之前直升机的经验。 我们也研制出了很多款中国制造战斗机、直升机等等。 当年巴基斯坦送给我们中国的一架直升机。 我们会记得这个恩情。 现在应该当永泉相报到了。 在新时代的空军时代,直升机、骁龙、FC2战机应有尽有。 如果它们需要的话,我们会为它们供货。